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有這個 氮28克 加氫10克 那反應以後的話 產生 23.8克的這個氨 好,那麼它問那個 反應率為多少 什麼叫反應率呢?反應率就是說 它理論上能夠得到的 產物 就是理論上能夠得到的產物 分支什麼呢?分支它實際上 得出的產物 就是說 實際上得出的產物 除以理論上能夠得到的產物 它的比率 好,那我們現在把它的反應是寫下來 就氮加這個氫會變成氨嗎? 那我們現在給它平衡 這裡有一個氮,這兩個 所以這裡 給它乘以二 那乘以二的話,這裡就有六個氫 那這兩個 所以乘以三 那就平衡了 好,那平衡以後的話 我們曉得它平衡性度是 一磨的氮 配上三磨的氫 就會產生兩磨的氨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 這28克的氮是多少 我們知道氮是14 氮是14 14的話 然後28克剛好是N2 所以現在這裡有一磨 那一磨的話 那現在的話呢 這個要有三磨 那三磨的話 那三磨的話 這10克的話 這個一磨的話是兩克 所以這個有六克 六克 所以現在呢 剩下四克 四克是沒有反應的 那四克沒有反應的 那理論上的話 能夠產生多少產物呢 產生呢 這個是兩磨的這個產物 那兩磨的產物 它總共幾克呢 我們叫M0 M0是理論上 能夠產 能夠產出的那個 質量 理論上能夠產生兩磨 這兩磨的話 是多少克呢 氮14 再加上這個氫是1 1乘3是3 所以是7 17 應該產生什麼呢 產生34克的氮氮 但是它實際上只有產出 23.8 所以它產率呢 等於多少 產率呢 就是 三十四分之 23.8 這個等於多少 再乘以百分之百 那這個等於多少呢 23.8 除以34 0點多少 7 7是28 2123 0.7 乘以百分之百 所以是 70% 所以它的產率呢 是 70% 80% 一張 稍為